现在等于是 鸭王要来收尾了的意思啊 阿护马现在只剩最后的两个币就看鸭王能不能 乘胜日记 拿下护马 最后两条命 这边K大使偷袭 对面援助勾不着你看到没有 援助的行动距离是有限制的 眼睛看着自己的同伴被对方欺负 他勾不着 K大使被对方的援助偷袭了一脚踹死 你的上护马是可以一个大逆转的 罚子你没用啊被对方援助给他破解了 打你乱动你敢动 然后为自己乱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等于是 下白三年这是连的是啥呀 这都连不上啊 小肥花再缺反对方 托拉这边吐口水前冲 抓飞头 这个不可抬头之后呢 鸭王的血量已经是被他接近的消耗仪大饭了 我 我 他 怎么办 鸭王回避回避地方压制起身 这里废弃补了援助 其实他还可以再补一下的 赛斯来打对面的两个人 我上来就被地方跳落 接近半血的伤害很疼的肉疼啊 同时叫人了 现在押往前冲 再次下盘 听拳摸奖 划斩戴着段子就跟脚 伤害瞬间扩大了 要一刀死啊 来看一下 韩国阿红马的玛丽来打最后的决断 诶 援助偷袭了亚王的后背 怎么办 还能赢吗 有点难 说实话 但是一切都有可能 我相信亚王啊 开红气 想压逆向 地方能力散毕 亚王防住平方援助 防住玛丽了 现在 他在 OK 咱们继续来看现在比赛来自于亚王对战韩国阿空吗 这一个鲁队中超比达输出之后 地方就已经不见了 很轻松的样子 看起来这把要赢 这把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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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核实 压王打荒马 简直就是被摁在 泥里打 没想到 压王现在可以 跟亚王打成这种局面 风水这队段对不对 贝迪直接这家小圣龙 来看一下压王的K大师 能否实现一个红旋逆转法 希望他能够好运 东战在哪里 最后一点血 比方能量蓝币抓低头 没有办法 后面手速就是什么无敌啊 嗯 这么怕之后 打了一个 配合 感觉就开他 这个扑拉就是来送人头的 嗯 加油小王你是對胖的 又被對方幹掉了 雅王需要把自己的三氣加滿 對面已經開了軍師了不想給雅王加起的機會看來是雅王教程中了沒什麼用在霸廷面前一切都是白給啊 援助受弱了但是鴨王起身抓一個C頭頂方解頭之後鴨王再次把機身加滿了加爆氣 這一刻雙王都是機身 都沒有援助了 鴨王的血量佔優勢 哎呦我去啊再兩 穩了 一旦 我连 嗯 背上来阿富马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 心气了可以跟鸭王来干了鸭王现在是 气势如虹啊怎么打怎么有了 给你打啊给你打 三起超皮杀技都打出来了 一无能量注入给了库拉那库拉现在 丢了还有一个玛丽 阿虹妈现在是一琴球死了给 感觉了啊 快点用力搞死我了把人用力用力 一点东西 哪些连特技还比较 那里有寸 这么多的 这些连连特技都现在死了 三十四十二天 醒了